新竹市長高宏安社談案原定 昨天就要來進行宣判 但是因為兩度的颱風下 因此延期誘動 明天才會來做宣判 但是整個颱風期間 居然看不到這個高宏安 公開來勘災 等於可以說他身影多日 記者目前是位在新竹的五峰山 可以看到這裡沿途的道路 都是充滿了樹枝跟樹幹 開運颱風即便快閃離台 但稍早帶來的風力物件 樹木藍腰折斷 佔據大半個車道 不僅影響人車通行 其實也是在昨天的時候 是有造成這邊部分的居民 他們是有發生停電的情形 截至二十五號早上為止 新竹縣共有一千兩百二十六戶停電 受災最嚴重的五峰山 以採取預防性撤離 新竹縣長梁文科 親自前往災區勘災 但是新竹市長高宏安 卻遲遲不見 低著頭走進會議室 新竹市長高宏安 最後一次公開現身 是在他涉貪判決案前一天 之後身影多天 高宏安僅通過臉書發文 PO照似乎在刷存在感 表示台風期間都在參與中央地方 應變指揮視訊工作會議 向指揮官劉士方部長回報 新竹市災情及風雨潛市 而底下網友瘋狂留言 有掌聲也有虛聲 高宏安PO出探訪原住民 弱勢家庭卻引來批評 有網友吐槽 很多這樣的家庭你沒發現而已 不過後面你要去土城了 亦有所知 因新竹市長高宏安涉嫌在立委任內 炸領助理費新台幣46萬多元 北檢因貪污 未造文書等罪起訴他 台北地方法院原定24號宣判 因二度颱風架順延 只能遲至26號宣判 等於讓高宏安多當了兩天的市長 高宏安消失多天 可能是因為官司即將宣判 而情緒低落 或者向市府表示 他的視察和勘災都屬機動性 所以未對外公開 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當事人知道了 記者綜合報導